愛吃的都包一點 尤其年節快到年菜牆先訂 但今年價格漲不漲 業者也頭大 畢竟原物料飛漲 牛竹蔬菜類都變貴 知名攤異常育豐 今年成本先自己吃下 佛跳牆一份998元 並買招牌 沖口寂魚300克算330元 沿賭先一份410元 熱銷的年菜組14到6998元 牛肉其實已經漲了三坡了 那像沙拉油 沙拉油其實也漲價 最少是要漲到兩層 最多漲到五層 熟食類價格不變 另一攤異鄉摘也維持去年價格 江浙菜富貴雙方12分280元 佛跳牆案份量350到1000元都有 招牌酸菜白肉鍋一份350 成本負擔越來越重 年關到觀察競價考慮微服調整 每次到年關的時候大家都很清楚 那個是尾牙過後 就差不多都會微服的調整 調漲個10%左右 盡可能牛肉一箱大概就是 皮乳獎皮乳獎3000塊好了 現在連那個運費連成本幾乎漲到一倍了 肉類貴桑桑 乾貨也大受影響 明天金龍肉乾撐不住原物料上漲 微服調漲貴20到30元 快脆肉乾12月13號開始 香脆肉質漲20元 肉條也會改包裝 價格從200變250 過年快到了我們有做早鳥優惠 不管你在現場買什麼東西 都以九折來算 用折扣促銷先幫民眾選一點 但成本負擔壓得太重 年菜也難維持往年假 TVBS新聞中的黃晉銀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